三八富裕节快到了 我那天还在跟我的一个导师讲 他现在在泰康那边 泰康那边也是一部队接管 当时是我们是08年一起参加的问川抗争救灾 他那天打电话给我 他就问我说 说你现在怎么样啊 调解过来没有啊 我说现在挺好的 他说 他说我也相信 08年我们当时一起去抗争救灾的时候 十多年前嘛 说当时你就像现在的九人后一样 我说一个个小姑娘 我们结婚 就跟着我们进去一个未知的地方 说现在的话 现在还是挺放心的 然后反过来 我就看我们队里的好多女同学 也有久了 这次真的来了好多久 就跟我当时的那个状况 你看嘛 我现在真的觉得特别感动 就是三八富裕节也要到了嘛 就想跟他们说 我们的女性是现在是越来越坚强 这次 全大家平静都有一个公主的梦想 但是到了这里以后 就是白衣服吧 就觉得特别有很焦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穿上内衫 在医院如果没有穿上内衫 在这里没有穿上这些泥菜 在军上你碰到我 肯定我们也都是嘻嘻哈哈的 就他们是说说的 我只不沾洋葱水啊 你不开瓶盖了那种 但是其实穿上这些衣服 真的都是一个 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这里 都是一个医务 一种责任吧 然后来了以后真的 你也知道这次来的大部分 都是以护理为主 护理当中又是女性战绝大部分 来了以后又因为病区的特殊限制 我们没有人可以帮我们 所有的事情都要我们自己做 从病区的一个筹建 到各种物品的准备 到各种物品的放置 包括小到一个比如说什么 一个仪式的摆设 大到一个氧气罐啊 这些的推手 其实都是我们护理 大部分是我们护理一下来的种 就感觉从一个柔柔的小姑娘 变成一个精神的战士 没什么不可以改变的 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我们是医护人 我们叫胆起过去准备 我那天看那天有个患者 他才来的时候是挺重的 他是那个推着进来的 才来是挺重的 但是当时我们上班的时候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个患者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患者在这里 他是走着进来的 大部分因为对我们病区的 是大型的患者 是不是这个时候 他是可以自己走进来的 但单独那个患者是推进来的 推进来以后 就马上给他用上了 那个高预压吸氧啊 品味啊这个是 好几次我经过那个房间的时候 看见那些患者都自己躺着 他的饭也需要我们去喂 就他自己没有多大的能力 能支撑自己起床去取饭 没有自理能力了 做各种治疗啊这种 就我们就给他特别关注嘛 结果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 有一天 我就给他发饭的时候 我还是 因为医生给他看的是 留置饮食 我们医院 根据我们医院给他配的饭食单 我就给他发了鸡等根啊 还有这些汤啊这些 方便消化的嘛 也方便他吃的 结果有一天 突然我在发 发那个午饭的时候 我们就去用队长机给我说 他说 刘老师你给酒餐再发一份饭吧 哎 我说他的那个饭食不是应该 就只有留置饮食了啊 跟着生来 他说没有没有 今天他说了 他特别想吃米饭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高兴 我就给他端了个米饭过去 我不仅端过去 那个病人看到 我就冲着那个 我在船外发的嘛 对我挥手 而且他还自己站起来 把那份米饭给端到床头旁 我当时就觉得 心里特别有沉寂感 就看着他一步一步 这样恢复过来 我也相信 之后我们的更多的重病人 也可以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